暑期想去海边玩,国内的海边实在是太多了 今天我就给大家整理一下 我去过的海边城市以及这里的消费价格和房租 让大家有更深入的了解 以及这里的温度和攻略 先说比较热门的城市,青岛和微海 如果大家选择去青岛的话 追求性价比可以选择住在黄岛 只是出行交通会有点不方便 但是房租和价格会很便宜 现在青岛市区内租房还是挺贵的 一般都要在300起步 而且物价水平跟一线城市差不多 但是这里的温度很舒服 避暑是个好地方 今年山东半岛最热门的城市就是微海了吧 人多那就别想着消费低 物价可以说是蹭蹭的涨 我推荐住的地方可以选择去九龙城 或者是大箱矿周边的海景公寓 价格会相对便宜一点 项价比会更高 气温有点小热 都在30度左右 如果你想要凉快安静 你可以来到微海边上的熔城 来到这里打卡的年轻人很少 一般都是在这里养老的老年人 很适合那些带着孩子的朋友 住宿要对比微海要便宜些 大概二三百左右 主要是温度凉快 避暑很舒服 我觉得性价比满分 再有就是乳山龙口海洋 这些地方配套设施都差的很多 最主要是房价不便宜 日租的价格都在二百起步 我问了一下 我在淡季租的那个六百元一个月的海景公寓 如今已经在两千一个月了 翻了三倍还要多 但是物价还算低的 这边大集特别多 在集上买东西很划算 总结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房租便宜 可以考虑乳山的南海新区 如果大家想要去大城市避暑的话 可以考虑青岛和微海 只是预算要提高不少 如果追求性价比的话 可以来到荣城 但是现在荣城租房也并不是很便宜 这些就是我总结下来海边避暑的功率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赞支持一下